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跨境者阿米的阿米秀 减快钱为人生治理的深圳且少年名城的澄清 对明显需要持续投入更多人力物理资金和时间 来做正确虽困难的本土化品牌零售商发展路径 如此执着 被誉为TikTok电商商业化最成功的印尼市场 GM Bear是如何取得20%以上销售总占比的优秀成绩 为何TikTok在欧洲电商商业化失败 美国商业化一直摸索 而在印尼不乏比GM Bear更强大的本土商家 为何曾经坚持在不断丰富更多产品线 同时全面启动品牌推广计划 正式签约印尼主流社交媒体 Instagram Facebook等能有千万活跃粉丝 知名网红Citra CK代言Gian Bear 这个我觉得 这是第一个可能性 第二个可能性是 能不能去再把中国的这种技术能力 复制到本地去服务本地的商家 两条路 第一条路你们想过吗 觉得太苦了 还不如把自己的东西做好 实话说有想过 我们毕竟花了这么多时间去建了这些 基础设施 而且目前来看比较 比较叫做顺畅的一个模式 虽然有很多的卖家也做到了 就是印尼有很多卖家 但是真正的完整的 或者是真正能做到流畅的 其实是不多的 目前 那我们就想着我们有这个能力 我们是否可以去做输出 但是我们这个问题一直是打问号的 就像你说的 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有个选择性的问题 那这件生意是不是长久的 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考虑 假设不是长久的 只是前端那种 前端就扶你一层的这种 那我们不是说 我们可以交流 对 但是亲自下场这个事情 可能不是不会自己去做 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点 就是关于品牌出海 在本地化的问题 我们最近这几年 接触过不少的品牌商 厂商 国内的电商 或是国内的零售商 他们都跟我聊了说 能不能跟我指导一下去做本地的出海啊 我说就像你刚刚所说的 大部分其实需要的是零到一 一到九的时候呢 就没有我们事了 没有我们事的时候 我们就过头想 那作为我们利益来说 本来有100份钱 我只拿了一份钱 然后这剩下99份钱跟我没关系 那我就不干了 这个是很直接的 但是正是这个问题呢 我们整一个的本地化 其实长期来说 可能都得自己去 去建立自己的认知 建立自己的基础设施 因为我们那时候自建的 很多是 很多是 就像说疫情也好 还是这些被迫 还是我们 因为我们的订单量已经 那时候有海外餐 没有 就是现在的 我们那时候所能接触到 或者平台推的这些海外餐 没有一个人打到我们要求的 不管是产地也好 不管是规模也好 不管是他们的系统化的力也好 我们发现 没有我们的 就是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所以我们才自建 这个是有一个 因为我们不会选择 主动选择重 对吧 谁不喜欢 是被迫的 对 谁不喜欢轻的 谁不喜欢轻的 做电商就想做轻的 是是是 结果发现越做越重 越做越重 那还不如干脆一点 我就从零开始 就是从重开始 是 没错 没错 这个是被迫的 对 那刚回到你刚刚的这个话题 就是说 路径是否是一个路径 不一定 跟你的规模有关 跟你的姿态有关 那当然我们自己 J&B的角度来讲 我们还是以 本土化为一托 对吧 模式是本土化 但我们不是 像说我们是中国卖家 伪装成本土化 不是我们包括我们自己的架构 也是从中国只是投资方而已 对吧 那中国投了印尼的这家 我们在印尼注册的公司 对 它的整个结构架构的话 主要还是以本土化为一托 中印认知 合资公司 对 OK 那这里面就回到 算是解答了我的一个疑问了 就是J&B 在过去这几年 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开始大家都想做轻 都想挣一些轻松的钱 都想做轻的 就比如说最近 太累了 就像最近 在美国 美国出了个事 我不知道你关注了 就美国的 快捷家的卖家 都要做成商标的 结果商标这个事情 又出妖娥子了 反正就涉嫌欺诈干嘛的 有个商标代理 被美国的商标局 来去做询问了 估计问题没那么简单 那这里面就涉及了 可能就不是几百个卖家了 可能是几千上万个卖家 你涉及到是更多的商标 一千加外人次阅读 八百加万字 一千加多区的智库洞察 四百加七五百加小时 四百加万字播放的视频案例 国内外人创跨境案例截图 近在跨境电商案例商机智库 三百加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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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